零点,零点,点击画面,查看详情 就宁可在4秒后关闭该广告 中国好声音2023自播出之后 遭到了无数观众的吐槽 直言越来越难看 甚至不少网友表示 与其这样烂下去 还不如直接停播算了 新一季好声音在导师阵容上进行了大换血 邀请到了刘仙华,薛之谦,潘伟博 周华健四位知名歌手担任新一季导师 既有刘仙华这样的年轻力量 也有周华健这样的老将 新一季的导师阵容其实还是很强大的 不过观众对此并不买账 节目播出两期之后 差评铺天盖地的袭来 不过好在节目还有无数不多的亮点 周华健便是其中之一 首次登场的周华健便带来了自己多首经典歌曲 观众瞬间陷入了回忆沙 虽然已经62岁 但周华健的唱功 丝毫不输当年 依旧能吊打其他三位导师 这或许就是老牌实力歌手的魅力 若不是 还有周华健在撑场面 相信中国好声音2023 更没有什么看点了 期待周华健老师 能在后续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 中国好声音2023播出之后 骂声一片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 周华健老师的心情 近日 有网友在旅游的时候 我遇了周华健 当天周华健还是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现身的 面对网友的拍照请求 周华健也是欣然同意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周华健面对镜头微笑 一只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 网友看到这一幕 纷纷表示周华健真是好男人一枚啊 不仅对妻子爱护有加 对于粉丝也很平易近人 除此之外 不少网友还被周华健的动灵吸引 周华健如今已经62岁了 但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周华健都保持着很好的状态 看起来跟40多岁一样 不得不让人佩服周华健老师的保养之道 相比周华健的动灵 他身边的妻子康翠兰 则显得很老态 不仅头发花白 就连皮肤也很松弛 再加上头发稀疏 看起来像是周华健的长辈一般 不仅是妻子 周华健的儿子和周华健在一起的时候 不少网友就表示 周厚安看起来比自己的爸爸还要老 还有人调侃到 一家人应该像周华健 好好学习保养之道 不过玩笑归玩笑 周华健与妻子康翠兰还是很恩爱的 1985年周华健与美国人康翠兰相识 很快在1986年 两人便公认结婚 到如今 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37年 37年间 二人一直很恩爱 并育有一儿一女 家庭美满 如今康翠兰也已经63岁 完全是老年人了 所以白头发 皱纹都是正常不过的东西 可这并没有影响周华健对于妻子的爱 周华健不愧是得意双心的艺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